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有一套渔夫装备 这套装备花不了几个钱 在拍卖行买的话也就几万银币而已 装备的特殊效果是 有10%的概率提升鱼货产量 三是我们要有鱼饵和猪肉派 鱼饵的价格每个300银币左右 猪肉派每个是6000银币 鱼饵的效果是提升鱼的咬钩速度 一级鱼饵是提速50% 三级则是125% 五级则是250% 猪肉派是等级7的料理 食用后的效果是提升附送30% 并且提升所钓到的鱼的品质15% 一个鱼饵可以使用10次 一个猪肉派可以持续30分钟 以上三点是钓鱼赚钱必须的 一样也不能少 第四点则是我们需要带上至少一本空白的钓鱼日志 我们钓鱼时所获取的技能点可以填满钓鱼日志 日志的等级越高 需要的点数越多 比如二级日志需要720点点数 八级则需要8300点 这里我推荐买八级空白日志 一本空白的八级日志 在拍卖行的价格是35000银币 填满它后可以卖到10万银币一本 总之钓鱼日志属于钓鱼时的副产品 能有效增加钓鱼赚钱的附加值 我们的目的地是BICY 选择此地的原因是这里水域多 除了一条U型河流外 地图中央还有三座湖泊 视频素材是在七月四日下午4点左右录制的 算是高峰时段 我也是想看一看在高峰时段 到底钓鱼能赚多少钱 那么我们开始钓鱼 钓鱼非常简单 只要装备好鱼饵和猪肉派 一会儿到达河边使用就好 我们钓鱼时不需要去寻找鱼点 就在河边钓就OK 当我们发现钓上来的是木头或石头后 就马上骑马走到旁边的水域再钓 如此反复 直到猪肉派的效果消失 蛤蜊 麦鱼 螃蟹 这三种鱼货的价值 占经济收入的一半 其余的鱼和海场 占经济收入的另一半 OK 猪肉派和鱼饵的效果都消失了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钓了三十分钟了 这些就是这三十分钟的收获 那么我们赶快算一下 这些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吧 刨除猪肉派和鱼饵的价格 剩下至少还有六万银币的收入 此外 我这次还填满了一本八级日志 如果以这样的频率钓鱼一个小时 那么我们至少有十一万银币的收入 OK 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 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助到你 我是朝鲜珠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栅树